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对金机遇,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古人说,非淡泊无以明智,非宁静无以致远。 现在你可能还没有察觉到市场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些变化将会极大的影响你的生活, 而富人们已经先逆一步改变自己的行为来适应当前的状况了。 一般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因为如果你不知道要留心什么的话, 是根本没有办法在明面上看到这些事情的。 我们称之为低调奢华。 看完我们今天的节目,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富人都齐刷刷进入了隐秘模式。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观看我们的节目,记得要点赞订阅。 你的支持是我们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那么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首先,什么是低调奢华呢? 低调奢华是一种隐秘富有的艺术。 这种隐秘不是要躲着当权者或者其他什么人, 只是不把它展现在大庭广众之下。 更重要的一点是, 要在保证自己高度舒适的情况下, 尽量融入到群众当中。 现如今, 很多领域都是这样的发展趋势。 随着时间的推移, 富人的消费行为正在不断地发生着改变。 富人比其他人要更能把握市场的脉搏, 更能理解市场的行为。 就好像好的农民能更好地预测节气, 做好更充分的准备一样。 富人能够捕捉到经济衰退的迹象, 并做出相应的调整。 这是真正的富人和那些装模作样的富人最大的区别之一。 当你不再想着跟别人炫富的时候, 你就是真正的富有了。 低调奢华是富人圈的富有, 而不是老百姓所谈论的富有。 真正富有的人知道那些精心设计, 能够象征财富的商品, 只会夺走你真正的财富。 布加迪、兰博基尼、亿万豪宅、 奢华派对、高级成一, 这些都只是从那些爆发户那儿 轻而易举榨取财富的方式。 作为我们的粉丝, 你必须要常常扪心自问, 你到底是真正的想要变得富有, 还是只是想要别人觉得你很富有? 低调奢华就归于第一个范畴。 那么,低调奢华之风是什么时候开始盛行起来的呢? 其实从古到今,都有那么一些人, 坐拥金山银山, 但一生都过得非常低调。 我们稍后会讲到, 这种生活方式的好处真是数也数不清, 但是大量有钱人一窝蜂地选择这种生活方式来使用财富, 却是从某个时间点开始的。 经济衰退的时期, 低调奢华的富人就会扎堆出现, 这在2001年就很明显, 2007年又开始刮起一阵风, 而现在它又开始在世界范围内, 甚至是新闻媒体上大量出现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其实也很简单, 经济困难的时候, 人们会对那些仍然很有钱的人格外的愤怒, 他们会把富人看作是造成他们财务状况的罪魁祸首。 我什么事都没有做错, 凭什么你还能拥有我已经失去的东西呢? 那么富人为什么不再大方展示他们的财富了呢? 下面我们就来聊聊低调奢华的好处。 首先, 真诚的人际关系和体验。 人们会根据他们认为你所处的地位来改变他们的角色。 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 而且会长期存在。 很多爆发户会肆无忌惮地炫富, 巴不得自己的财富能够吸引来所有人的目光, 让他们为自己惊声尖叫。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说快来看看我多么特别, 过得多么好。 他们就是喜欢别人的关注, 但真正的有钱人却想要融入其中, 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 你和其他人之间的地位差距越大, 就越难和他们建立情感上的真心实意的联系。 其次, 不炫富就不会有人认为你是万恶之源了。 我们常常说不要以貌取人, 但是当人们不认识你的时候, 这是免不了的。 我们人人都未能免俗, 很多人都会认为富人就该付出更多, 他们总是会瞄准那些奢侈的包包, 昂贵的车子, 定制的西服和闪闪发光的金表。 话里话外的暗示, 你肯定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因为在他们看来, 无肩不伤, 无伤不肩, 每个人都是踩着别人往上爬的。 不把别人当做踏板, 你是不可能爬那么高的。 切换成低调奢华模式, 就能够保护你不受这些事情的伤害。 第三, 避开那些让人不适的对话。 穷在闹市无人问, 富在深山有远亲。 一旦别人发现你有钱, 就会想让你分他们一杯羹。 认识不认识的, 熟人、 家人都会从四面八方冒出来, 找你要钱, 或者求你帮忙。 就算你们真的很亲近, 聊这个也是很尴尬的。 越少有人知道你有钱, 就越少有人会对你提出不可领域的要求。 你的老朋友也不会感觉, 见到你就压力山大。 低调奢华让你能不必面对别人对你额外的期望, 自由自在地做自己。 作为普通人, 我们都喜欢以周围的人为基准, 来衡量我们的生活。 虽然你和你的大多数老朋友都有平等的机会, 但你们的结果并不一定是平等的, 不是所有人都能以同样的速度成长的。 从你一飞冲天的那一刻起, 你们之前的差距就在不断拉大, 你的成功, 你的见识就在不断地提醒着他们, 告诉他们已经落后了。 在这种情况下, 不显露你的财富是一种善良的体现, 而它附带的好处就是, 不会让财富成为话题的一部分。 另外,这样你在外面行走也会更加安全。 在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种经济衰退的时期, 犯罪率一般都会飙升, 比如,在伦敦抢劫富人已经司空见惯, 带着奢侈品牌出门已经不安全了, 情况已经恶化到, 如果你在奢侈品商店买东西的话, 他们已经不会让你拿着带大商标的购物袋走出门去了。 说起来好笑, 他们真的会把你买的香奈儿或阿玛尼包包放到杂货店购物袋里, 以防你在街上被小偷盯上。 情况糟糕到政府都会在伦敦街上放上公益广告, 警告人们不要再穿戴昂贵的单品了。 当遇上更加昂贵的珠宝的时候, 小偷小摸升级成摩托车犯罪和持刀商人也屡见不鲜, 因为东西的价值更高了, 愿意冒险的人也就更多了, 胆子也更大了。 因为富人们都不怎么穿那些滑而不实, 空有一个商标的大牌了, 他们都开始穿不那么有知名度的高端品牌了, 因为他们想要保有那种舒适性, 想要有奢侈品的品质, 但又不想冒着被抢劫的风险, 所以都变得低调奢华起来了。 下面我们来聊聊几个低调奢华的品牌, 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变化就是超级富豪当中, 白金开始悄然流行了起来, 这是因为白金制品看起来更像银制品, 而银饰品比黄金要便宜, 也就没那么显眼, 有几个低调奢华的时尚品牌是富人们最中意的, 其中包括Loropiana,Brunello Guccinelli, Bottega Vinetta,Briani,John Love, 这些牌子都很贵, 但是你光看是看不出来的, 马克扎克伯格平平无奇的灰T恤, 其实就是Brunello Guccinelli的, 一件大概要花400美元, 其他亿万富翁也是一样, 简简单单一件毛衣, 通常都是高级羊绒的, 迪奥的托特包和古池背包, 称霸富豪圈的日子早就一去不复返了, 超大商标的时代终结了, 现在这些东西只会让富豪们嗤之以鼻, 低调失滑才是王道, 富豪们开的车也变了, 开着价值百万美元的超跑到处去, 已经成为了一种负担, 是一种很危险的事情, 很可能会有小偷跑来砸开你的车窗, 抢劫你, 所以现在富人都换乘开沃尔沃XC90, 丰田陆地巡洋舰, 雷克萨斯LX, 大众阿特拉斯或者精心保养过的老款路虎了, 这些车都非常奢华, 也相当昂贵, 但是它们不会那么引人注目,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 财富与他人无关, 只与你自己有关, 以前老话说, 吃的全穿二八, 就是说, 吃的东西都进了自己的肚子, 而穿戴却只有两分自己看到, 其他八分都看在别人的眼里, 但时代变了, 不论是吃的穿的开的车子住的房子, 享受到的都是自己, 所以不必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 重要的是生活的内在, 而非展现在外的形象, 我们也理解, 当你刚刚走上追求成功的正轨时, 你会非常渴望那些金光闪闪的东西, 你会想要闪亮的车子, 因为你想要全世界都看到你, 注意到你的存在, 让世界看到你有所成就, 到达了一定的高度, 也想要弥补自己年轻的时候, 从来没有被满足过的渴望, 填补自己内心的空洞, 但现实是, 等到你走进一家奢侈品店, 能够买得起任何一件商品的时候, 他们对你的魔力也就消失了, 你本身会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 低调奢华才能够让你做自己, 跟喜欢你本身的样子的朋友喝上一杯, 会比跟任何鳄鱼奉承装模作样的人, 吃一顿满汉全席都要好上一千倍, 低调奢华会为你的生活提供三个基本的要素, 心灵的平静, 时间的自由和选择的自由, 这些都是富人不断发展的基石, 经过了多年的研究, 我们汇总了多方信息, 并且进行了不断的精简, 而如今, 你只需要关注我们, 打开我们的播放列表, 就能免费观看到我们的精华内容, 还等什么, 快来加入我们吧, 内心深处, 我们都要明白你有多少钱, 或者你赚多少钱, 都是很私人的事情, 因为它有着改变你人际关系的力量, 在高端圈子里, 展示你的金钱, 说你银行账户里有多少钱, 这件事本质上就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表现, 在经济衰退的时期, 所有的有钱人都低调起来了, 哪怕是慈善方面也是如此, 大家都开始悄无声息地付出了, 这就是低调捐赠, 意思就是人们会私底下给慈善事业捐款, 捐赠都是关起门来进行的, 而不会像从前那样高调进行, 大肆宣传了, 当其他人都陷入了财务困境的时候, 为了募集资金, 花50万美元来开慈善晚会, 观感会有点不太好, 如果人们看到你捐了钱, 他们就会对你有更高的要求, 所以还是不声不响的比较好, 你越是展示自己的财富, 生活就越是难以平静, 很有趣, 对吧? 如果把我们今天节目的千言万语, 都总结成一句话的话, 那就是, 如果你想要安安静静地生活, 那就低调安静地富有, 但是我们很想要问问你, 如果你拥有的金钱, 是你现在的一百倍的话, 那你会能够压抑住自己, 保持低调吗? 还是说, 你会大大方方地昭告世界, 迫不及待地让所有人都知道呢? 在下方评论区与我们分享吧, 因为守口如瓶, 可能会比你想象当中更难实现哦。 为了感谢你看到了最后, 我们要照例给你一个小奖励, 那就是, 重要的不是你穿戴什么, 而是你穿戴的方式, 真正富有的人不会在乎你怎么看待他们, 只有那些装模作样须有其表的人才会在意, 真正的有钱人, 不会带着印着超大商标的大包去参加聚会, 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用带, 有很多人在旁边待命, 如果需要的话, 也可以让司机立刻把东西送过去。 超级富豪不必有包袱, 时刻想着要如何展示出自己最好的一面, 也不用想着彰显个人的风格。 再说一次, 当你真正有钱的时候, 你就不会在意任何人对你的看法了, 别人羡慕极度恨的目标也就没有意义了。 在那种场合下, 关键不在于你拿什么包, 拿不拿包, 而在于你要怎么拿, 这是我们真正要学习的东西。 包就是包而已, 关键在于你的态度, 在于对你来说, 所有这些物质的东西有多么重要。 如果你想要的话, 可以给自己买一些奢侈品, 但是不要让它们改变你的行为, 因为是你拥有它们, 不是它们拥有你。 大多数时候, 你知道自己买得起就足够了, 不需要真的去花这个钱。 我们希望你能理解品牌和品质的概念, 了解低调奢华比高调张扬更富贵, 也希望低调奢华能够成为你本身的一部分。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点赞订阅, 这里是堆积机遇, 我们下期再见吧。